我覺得任天堂它真的非常走在時代尖端 連Google這間公司都會直敗 這一個館我會發現其實有非常多Apple他們失敗的發明 他們竟然去推出一個這樣子還沒有經過驗證完整的一個商品 今天我要帶大家來校外旅行 那為什麼會來到這個地方 因為我太太告訴我們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展覽 就叫做失敗博物館 聽到這個失敗我其實很有感 因為我人生中充滿許多的失敗 而且這個失敗博物館它最主要是介紹許多失敗的發明 本人呢常常做出很多很失敗的發明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所以今天要帶大家開箱一下這個失敗博物館裡面 是在展示什麼樣的東西 我感覺啦以後我們要跟館長聯絡一下 他要邀請我去參加 你覺得怎麼樣 不要下班好嗎 欸你好我買兩張 它裡面都是介紹失敗的發明嗎 對對對 你們有聽過天才鼻兒嗎 沒有還你就是你 欸就是我 欸有認識我欸對不對 我也是很多失敗的發明 欸很高興認識你 對我希望有一天我的發明也可以在這個裡面 沒有問題 可是那都是失敗的耶 我就是很多失敗的 對對對 好謝謝謝謝 欸認識我欸 比上次測那個 霧面保護貼的時候成功 有三位有一位認識 有三分之一認識 那這一個失敗博物館 它是由一個瑞典人叫Samuel Wester他所發行 那這個人很特別 他是一個心理學家 他很喜歡去探討就是創新跟失敗的一個問題 其實他有說到說其實任何的創新跟發明 都跟失敗偷離不了關係 但是人面對失敗通常都有一個不好的印象 他認為面對失敗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來討論他 接受他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發人神奇 你知道台灣人其實很怕什麼 超怕失敗 我也超怕的 但是我認為每一個創新都離不開失敗 去看天才鼻兒的頻道 除了simple簡單貼之外 沒有一個是成功的發明都是失敗 好那在這一區呢 他這邊的標語有提到就是 現在才不是未來 有時候創新不會成功 是因為他走得太前面 這邊我第一個看到就是 這邊有一個Google Glass 其實我記得Google Glass 他那時候出來說我也感到非常興奮 因為這個眼鏡他會投射出許多的資訊 但是後來這個產品沒有成功 因為他的價格實在是太貴 他一副眼鏡要賣到三四萬台幣 而且他的功能也沒有想像中的好 所以這個算是Google失敗的作品 連Google這間公司都會失敗 那我也沒什麼好說了 那這邊有一個叫做 AMR Brush 的牙刷 那這一款牙刷蠻厲害 他的構想就是說 十秒放進去就可以把你的 牙齒全部洗乾淨 這個跟簡單貼有異曲同工之妙 十秒貼好保護貼 十秒把牙齒刷好 他光是募資就已經超過 七百萬歐元了 哇 募資超多錢的 但是後來他一直延遲出貨 那大家收到產品的時候也覺得說 欸 這樣洗完牙齒也沒有很乾淨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創新 你也需要經過一個嚴謹的驗證 這個發明者他可能就是說 欸 我有一個idea 我就先發出去了 但是你會發現 實際上你的idea到執行 它會有一個落差的 所以創新真的不是很容易 另外我要跟大家介紹這一個 這個叫做任天堂的威力手套 這一款產品我覺得很酷 它是在1990就發明的 那這款手套呢 我覺得它是現在VR的先驅啦 但是它太新了 它不是很準確 所以它賣了60萬套就沒有大賣了 這一套的系統它卻成為Wii成功的一個主幹 所以我覺得它也不算是失敗啦 如果沒有它的話呢 就不會有Wii成功的發明 我也不會到現在的Switch 很多創新的小板基本上都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可能一開始idea就是一個愚蠢的idea 這邊有提到說 一些想法就有在初期的階段你就趕快放棄了 如果沒有想清楚 就這樣子開發下去的話 你可能投入的成本 你會得不償失 那這邊有幾個發明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一開始就是很愚蠢的想法 比如像這一款是ESPN的手機 你知道ESPN它為了要向消費者發送最新有關運動的消息 它竟然去開發一支手機 賈博士說你的電話開發 是我聽過最蠢的一個想法 的確它就是真的賣得不是很好 這邊還有一個Twitter專用的行動裝置 Twitter為了讓你好發 它就特別開發這樣一台200塊的一個推頭發送機 他們竟然把這樣的一個idea 把它開發成產品 像這樣的一個模具費 可能就將近要100多萬 再加上它的電池電路的設計 他們都是因為一開始的想法 沒有驗證 沒有去思考到底有沒有 就損失了很多的錢 所以任何的創新 需要常常找人一起討論 看看你的想法會不會有問題 那我這邊看到一個排尿高爾夫球桿 那這個是有點 這個idea是很創新 在尿尿的時候 你就是把它套入進去 假裝你在打高爾夫 但事實上你是在排尿 那... 這個產品它竟然把它開發出來了 它是一個泌尿科醫生 它可能發現很多人都遇到憋尿的問題 這個是很有想法 但是這個idea的驗證是真的很重要的 然後接下來我再給大家看一些發明 為什麼它會把鐵達捏泡放在這裡呢 當初設計者說上帝本身也沒有辦法擊破這艘船 但是沒想到 雖然它有一個非常優異的設計 但是它的組裝是透過300萬顆的一個劣質鉚釘 沒想到就是當重造冰山的時候 就使這艘船就截鐵了 任何的創新 其實你也非常需要注重細節跟窒息面 因為有關交通工具的創新 它其實非常影響到安全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失敗博物館會把鐵達捏泡放在這邊 那我們在這一區 你看到之前在回到未來都會看到一台車子 其實它也是一個失敗的發明 這台車叫做迪羅倫汽車 它是在1981年發明的 它雖然有一個非常酷的開車門方式 而且有一個非常異國風行的外觀 但是它的車速超級慢 而且它的保養清潔不是很容易 所以這輛車後來沒有賣成功 外型設計非常的創新 但是你還是要去想車子的本質 就是要好保養 而且是開得快 當我走到這一區的時候 我發現這台超酷的 它是任天堂它所出的這個虛擬男孩 看了這一個廣 我覺得任天堂它真的是一個 非常走在時代尖端 因為它在1995年 它就發表一個非常接近VR的一個產品 這款產品它最後是失敗 它會透過這個頭盔會看到3D的圖片 但這個3D圖片它的質量是非常的差 而且它只能這個單色的顯示 價格又非常貴 但是現在因為科技的進步 現在未來可能進到元宇宙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一個VR頭盔 在這一個館呢 我會發現其實有非常多Apple的產品 創新真的會經過失敗 即便是世界四指TOP1的公司也都是一樣 比如像這邊有一個蘋果在1998年的時候 發表一個Pook Mouse 它是世界上第一款有USB的滑鼠 這個產品為什麼會失敗 因為它長得太奇怪 它是一個圓的 像一個曲棍球的產品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溜溜球 這個圓的東西它握起來不是很好握 而且它這個線太短了 其實不是很好用 後來它就失敗了 這邊呢 它還有一台就是這個放一顆MacBook 因為它說這個蘋果這一代的MacBook 它是使用碟式鍵盤 那這個碟式鍵盤它是非常的脆弱 如果你有灰塵進去 就可能會造成卡鍵 你就必須要把這整個鍵盤都給拆掉 蘋果還是直一推出這樣那個發明 而且它還做了一個廣告 說這是最新的設計 它就賣給數百萬的消費者 甚至引起了一些消費者的一個官司 那另外這邊也出現一台 你知道蘋果它也有出遊戲機 它這台叫做Pippin遊戲機 這一款產品呢 它就是可以把這台遊戲機 連到電視上面 而且它也可以上網 你知道Apple出的就是貴啦 這一台它將近要600美元 比現在的這個Switch還要貴 它的可能遊戲也不是很多 因為它就只有18款的遊戲 2006年PC World把它列為 有史以來最糟糕的25項的高科技產品 你看蘋果發明 它其實它也想要切入這個遊戲的產業 那你會發現其實蘋果現在非常的聰明 因為iPhone的發明 它就把遊戲的平台移植到iPhone的上面 它發現推出運體 有過去失敗 結果它就從軟體跟平台出來 那在這一個地方呢 我看到了就是在1993年 蘋果有出一台Newton的平板電腦 這是第一代的平板電腦 這一個為什麼會失敗呢 賈伯斯說 它是有一個好的技術 但是它的管理不剩 所以開發出來一個不好的產品 因為它的觸控回饋其實是很慢的 但是建議在這個Newton的技術之上 他們最後還是成功開發出來的 iPad跟iPhone這樣的一個產品 第一代也許會失敗 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idea跟理念是好的 透過技術跟管理不斷的突破 你最終還是會開發出一個成功的產品 哇 你看這個Apple產品這邊就有好取向 那最後呢這一區呢 它是屬於一個性愛發明的失敗區 那你知道其實很多最簡單的科技呢 都是由線上性愛的產業開始的 比如像是線上支付啊 線上串流啊 或是虛擬實境 都是性愛產業他們是最先開始的 那我想因為我怕這個黃標的關係 就給各位自己來看展的時候來看看 最後我們來到這個展區我覺得蠻特別的 這邊有留了非常多的紙條 大家可以寫下自己對於失敗的想法 那我在這邊看到非常有趣的紙條 比如說有一個人他說什麼 半年找不到工作算失敗嘛 覺得廢廢的 結果旁邊的人就有說 還來看展你真是失敗 然後 這邊還有人回應啊 兩個還可以互相當好朋友 就真的蠻酷的 要看展結果跑到華山 失敗 然後加一加一加一加二 很多人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失敗的人 但是我用我自己親身鼓勵大家 我自己也是一個常常遇到拓折 還有失敗的人 但是我認為就是說 你雖然過去常常失敗 但是並不代表你是失敗者 因為每一次你勝過失敗的時候 你一定會成為一個的勝者 那我也想要寫下一下 天才比爾的一個金句在這個上面 下次看到影片來看展之後呢 也可以來這篇牆看看 天才比爾寫的在哪裡 那我們今天就花了一個 大概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跟大家介紹這個展 那我覺得這個展其實蠻有趣的 你大概可以看到很多的 發明的一些歷史 我相信這些的失敗發明 都一定會對你人生會有歧視的 喜歡我們的今天的一個內容 請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 大家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